歡迎回到東漫廢物第1888集的第二節 今晚的節目 功夫旋風2 本篇 不是功壽旋風2 是功夫旋律2 我們有個剛才浪紐感的人回來了 其實我只是叫綠豆 我扮是他自瘡發作 所以遲些書 變秘 變秘 講完故事這一節 我們開始講人法 講變秘 想講五個小時嗎 先講一下 男女主角 這些很老近的青梅竹馬 但我覺得他們處理得 這一類型的角色 他們處理得不錯 七八月開最好的幾類 因為是很老近的 這類所謂叫做什麼 免得煩男女主角怎樣認識 叫青梅竹馬 但相比那些萬年沒有不變 拖來拖去 那些 他們都是的 但問題就是 他們花很多成格 就是他們講他們的感情 拉扯扯的感情度 是花了很多心情去講的 起碼好過那些什麼 小蘭姐姐 拖來拖來拖去 拖來拖去五十九期那一小時 我又這樣講 同樣你要拿來比較的話 十田大雅的這個配對 龔太郎和麻油美 的確是很成功的 你看到那五十九集裡面 這兩個人是不斷地進步 還有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他們兩個其實本身 都不被去表白的 這個才是一對情侶 究竟是否值得人去 支持你 這兩個人已經叫做 不需要再講 那一刻被人打斷 是想講不講 是自己的掙扎 那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有一個情況就是 去到後來 柔道編 其實他們兩個叫做 不需要再講 就是叫做 那一種叫做 破壞了現在的關係 就是 他現在很滿意 那種炸花槍的關係 老夫老妻 是有這種感覺 去到柔道編 那時候 其實他們兩個已經叫做 不需要再講這些 那些事情 那你先講回本篇 在本篇裡面 其實真的叫做 他每一章都有 雖然是慢 但是 明顯看到 其實他們兩個 是知道自己想過什麼 但問題就是 他是不知道 怎樣去找個機會去講 對 他們剛才說 有七個篇章 都是說 每一個篇章 都會留一個位 給他們發展感情 第一篇就是 英雄救美 很簡單 就是 茅美被 紅玫瑰捉了 走去救他 第二篇 哈拉公主的篇 就是 龔太郎不見了 被人捉了 然後茅美又要 扮哈拉公主 又有生命危險 然後又是這樣 搞得對 然後第三篇 D地區 他就是 因為擔心龔太郎 而走進去 裏面去找他 其中有一幕 就是斷頭桌 麻又美 不怕自己 站在一塊尖片上面 他那個是尖片 對 都要抱著龔太郎 對腳 令到他不要被吊頸 他那個 不是 刀閘那隻斷頭桌 其實是吊頸 他是吊頸 但是他在下面 人的腳下面 又綁著一條繩 就是說 如果石頭斬下來 人的頭就會 整個 扯掉 即是那些 頭斜斜的原理 正如他所說 正如他所說 只是瘋子才想得出 的 對 那個名場面 就是茅美在下面 就是抬著龔太郎 對腳 高伯 然後 那塊鐵板下面 就燒著火 他們就 玩這種變態遊戲 就說 看看那個女生 什麼時候扔下 這個男生 但結果就是 保持著 因為龔太郎那段 本來是失憶的 但是那時候 那個時刻 就記得了 當然 當然 這些 然後 就是 全國大會 阿郎有些事想補充 我是覺得 這對老夫老妻 非常厲害 基本上 每一個篇章裡面 都有空間 對 敵人都是圍著他們 兩個而轉 或者龔太郎的逆轉 永遠就是 因為麻油尾 差不多成為一個 他爆洩的秘密武器 這個已經講得明白 去到後段 還有全國大會 都是因為 是 茅美和龔太郎的感覺 就是 他那個是 唱通了 之前可能 在耍花槍 因為米彪拳走出來 是喜歡茅美的 米彪拳 這個 就是 在電視機 看到 錄影帶 看公太郎 打鬥的錄影帶 看到麻油尾 然後就喜歡他 結果 直到來告白 直到來求婚 然後 他在 不打不撞之下 成為了綠豆的 徒弟 正式去學習白人拳 而公太郎 就自己閃水 在這個過程中 就變成 米彪這個最大敵人 你想也想到 他將會是 公太郎 在決賽的對手 在期間 其實 進展不單止是這樣 為什麼我特別想說 這一段 就是 在同一時間 另外還有一個 小淳和劍兵 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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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簡單來說 如果你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 柯南根本就是抄襲這段 因為那邊就是 關西的偵探和她的女兒 對 就是關西的兇手道家和她的女兒 又開始做一個 小淳這位 其實小小和公太郎 一起稱梅竹馬的角色 其實在某意義上 就是推動麻油美去主動一些 因為小淳說她以為自己還喜歡公太郎 但其實不是 經過了那麼多年 原來她喜歡勁兵多些 所以她主動一些 這個角色就是 在推動麻油美向前走的感情上 而米彪這個情敵 就是對於公太郎來說 去推動公太郎向前走 所以全國大賽編 雖然說全國大賽編 其實是全國談戀愛編 是推動麻油美和公太郎在馬一齊 而其中我剛才說的一句對白 我很感動 我覺得是 是我聽過這麼多漫畫裏 男主角向女主角告白 雖然不是面對面告白 因為那時候不在場館裏 最令我深刻的那句對白 就是 你看見她五天 即是說米表 他們是在比賽中 在擂台上 你看見她五天 你就說喜歡她 喜歡到要生要死 我對足這個女生十六年 她沒有說她喜歡她十六年 但我就是這十六年 每天每天都看著她的那個人 你算得是甚麼 這個說話的前提就是 當時九斑衣的人妖方 就說 公太郎你告白 你告白兩個是平等的 但公太郎就說 甚麼平等 我贏她 我怎麼可以跟她平等 這個說話是很感動的 你喜歡她 不是說告白是平等的 我跟她的感情深厚很多 而不是說 告白就平等 所以這樣就是 公太郎為什麼這麼不想告白 就是如果我告白 就是我要領低了 拉和拉低了 她有些叫自尊心的 我理解她就是 我不告白 不是因為我 柳雷零就是 我告白 就是我壓低身份跟她打 大哥 我信不信告白 那些消息挺幼稚 但我覺得挺好看的 那段 公太郎在這個告白上面 那個類比 他就是用那個時間性 和米表五天的比較 如果當我們經常說 海虎那段 我剛剛想跟你說這段 誠意 他誠之誠意 公太郎就是乘七 十 再乘以十六 比命比強 那麼多倍的愛 所以是贏定的 這樣都可以 這樣講完之後 突然之間好像 黑暗很弱 突然間 他走去和米表說 你想到你自己最喜歡麻油味 多少 我是你乘七十再乘十六 神經 那是 又有他講到愛情那些位置 音樂編好像沒什麼 音樂編 音樂編 音樂編是講公太郎和音響的BL故事 音樂編 完全是BL 音樂編 音樂編 完全是BL 完全是BL 音樂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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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公太郎和天光寺 其實他們兩個人的設定 一開始就很簡單 因為公太郎一定有參考過忍者的設定 一個長髮的忍者 就配一個光頭的武士 其實那個設定就是這樣 一開始是這麼簡單 男主角的嬉皮少年 天光寺不是要很嚴肅 又要追著他來打 一個就是空手道格鬥 一個就沒事拿劍 其實那個設定是超簡單 總之你很明顯一定是看到一顆一突 那你想怎麼可能不發展到一個BL的配對 天光寺廠後期有一個很有趣的設定 就說他是一個美男子 他由頭已經說是 都是美男子 設定不是最後才設定 他一開始就是美男 不過光頭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他的 說他是帥仔 但是光頭 光頭美少年 是啊 當時人都自稱美男劍士 他自己都知道 他自己都知道 他是覺得自己是很帥仔 雖然就是那句 可惜你可惜你突投 我記得那時候校內預賽 那時候美麗遠慶 經常被囂張他 我以為美麗遠慶是一個 覺得自己很帥仔的美男子 那他看到天光寺的樣子 最初他覺得 嘩!又很敵手 好害怕 覺得被人威脅 一看到他的頭 然後放鬆了 雖然你的樣子也不錯 但博士是做不到美男子 所以其實不是他自認 而是在作品裡的角色 都會認為他是帥仔 在作品裡公認前三名的美男 應該是 吉桿 他 五街熊會貴 美麗遠慶 但如果他比美女犬高 如果你計算 其實他的頭 我認為他認了一部份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當初一個搞笑設定 就是 第一話 搞笑打到通電 從此之後 他在一個算力幾次 編的寫製作風裡 有一個很不寫實的設定 就是 當天光寺的手 碰到電池的時候 他的頭是著光的 燈泡 但很有用的 他真的會 但他是很好笑的 他會變成有意思的 即是去到黑暗的地方 平時 你要令到一些人 可以畫得到 或者看到東西 他就拿出電心 拿著正極負極 他的頭就著燈了 問題是 他不是只用來玩的 而是實際 很長口有用 但他去到後期 很多嚴肅的劇情 他還是有這個設定 有一個最精彩的罪話 就是 你的頭腦很有用 瘦聲 知道是誰 弄到我的頭腦 他和龔太郎 然後 坐著 天光寺的頭腦 說 你的頭很暗 很暗 你下來就暗 即是 這個設定是有的 即是他已經不介意這個 是很有用 他當時覺得 是特殊的愛人技能 他的體質很奇怪 因為他剛才說過 他死了 已經斷了呼吸 腦電波 什麼事都斷了 還要整班人 黑奶公主編的 整班人都 想著 已經蓋上布了 他的臉 然後 龔太郎就哭了 叫他託子 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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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 有回了 腦電波又動回了 然後 最後 還要站起來 說了一句話 後來 這個招在後面再玩就是 當余劍次去戰鬥的時候 叫盲美跟他說 你小心 而對方說 你打吧 差別對 你死了還會復活 真的嗎 又不是要關 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除了剛才說的簡單設定之外 其實還有 龔太郎一直都沒有很認真地跟天光寺打過 在故事的大部分裏面 天光寺經常都想龔太郎認真地跟他決鬥 但是龔太郎經常都避開 直至有一次千葉流編的時候 天光寺被催眠了 入魔 入魔 終於打了一場 打完一場之後 這兩個人都很失落 我又不覺得天光寺有失落 是失落的 因為天光寺覺得 一場這樣 我希望我自己的意志 而不是說 被催眠了 而龔太郎的失落就是 他一直很喜歡這種 拉扯扯 他滿意這種 真是拉扯扯的關係 BL關係 入不完 拔又沒有拔出來 應該說是 龔太郎他本身 他跟天光寺的關係維持了這段友情 打了之後 他跟天光寺之間的關係 周天光和龔太郎一直不敢表白 就是他怕著一表白之後 那關係就到了 即是他是真理來的 追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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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追不到那一刻最好感覺 你追到就沒有人 猜忌裡面的進退 那他這對朋友是很有趣的 那天光寺其實雖然把口不認 但其實就是 覺得龔太郎也是最好的朋友 其實去到美化委員會那時候 雖然前面已經有 但去到美化委員會就更加明顯 對 他是標準老嬌來的 即是告訴你 我其實是想監視你 但其實不停幫他逃脫 去逃亡 但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即是口裏面就跟麻油尾和龔太郎說 其實我是為了監視你們 後來甚至外傳就說 打油道找幫手的時候 搞什麼不找我啊 然後他說 如果他在面前跳樓看舞 或者會幫一下他 即是那些人的傲嬌式對方 明明是覺得別人不找自己 他很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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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劇人物 很忠實 即是很忠直的一個角色 乳以劍刺 就是剛才說中國玫瑰 那幫人妖的頭 的弟弟 他不是人妖來的 就是一個很漢子 但他看得超虛的衰羊 很硬派的 硬派漢子 因為長期被 在一幫男人之間 一幫人妖之間成長 沒有碰到女人 所以一看到女人的裸體 就會流來 就噴尾他 他不用的 他不用的 他盲的時候 麻油尾 感心眼 總之是抱一抱 又流鼻血 總之是完全不可以的 完全是 沒有說完全不可以 他承受不起女性的女性 你這樣 你怎樣結婚 真的不行 他就是太得了 學他姐姐王 你和我姐姐想想 我哪有姐姐 他就是 因為他在D區都很久 然後他見到 第一個見到就是茅味 根據這些 剝學的小雞理論 那些 第一個媽媽 第一個就喜歡了 他就喜歡茅味 但是 一直都是暗戀 直到很後期 魂美 不忍心見到那個弟弟 就走去跟茅味說 但是 講到這裡 為什麼我剛才 其實他並不是在於感情的環節 我稱呼他為一個悲劇人物 而是因為他 喜歡了麻油尾 然後在整個故事裡面 他經常都不斷受傷 就是 在這一篇 又盲了一隻眼 那一篇 又斷了一隻腳 他基本上明明很好打 但其實他沒有什麼機會發展 他很厲害 老實說 我們剛才不是說 團體賽片嗎 校內選舉賽 本來是找了他 本來是找如如劍刺 如果有劍刺 有天光寺 有龔太郎 基本上你隨便找我 再加上斯迪也會贏 因為他是五人賽 因為五人賽 打三場就已經贏了 就已經出線了 先鋒是龔太郎 次鋒是魚魚劍刺 然後中鋒是天光寺 我們兩個就算做副將和大將 都不用打贏出場 他原本就是這樣 但結果就是不停受傷 任何時候都受傷 因為他慢了 因為又是有些反派去襲擊他們 他對眼睛慢了 所以就比賽不了 後來康復後 就因為去救茅美 被人催眠了 在大廈的天台跳下來 被白玫瑰 被吉江催眠了 但是臨時醒來 因為他跳到中途 本來是頭落地 剛剛看到有女更衣術 突然醒來噴了鼻血 然後自己打個關斗就腳落地 結果就震斷了腳骨 還是沒事的 但震斷腳骨這一段 其實都是引發出之後 麻油美和龔太郎的感情 前海翻波 但這裏不詳術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人想說 然後另外一個 我剛才說劍刺 他是一個唯一 我覺得幾難得 就是這麼正派這麼硬派的角色 而後期沒有被龔太郎 把他搞笑化了 他一直到後期都很硬 他一直都是硬派 他除了很純情會噴鼻血之外 其實他沒有其他的 他不像天光寺會變燈膽 他又會敷檸檬抹 又要傲嬌 他也不像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後白太郎 真的變了富堅 他在附屬裏面的附件和虎縣 所以他都算是 雖然他有他搞笑的位置 但他不算是 他不像是鞋角了 譬如說後期 皇帝凱沙是鞋角了 這個作者字都說的 是反賣宿命來的 然後就到後白太郎 後白太郎就是剛才說 應援團的膚章 其實幾乎是當時的 應援團的大佬 他是不肯做 因為他經常想綠豆回來做 所以他只會叫自己做副將 軟空了處長的位置 只會叫自己做副將 其實他是第一把交椅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故事開始的時候 他現在才18歲 所以他後來 二十才是他二十歲 後來他後來 後來他有考車牌 但是他高二 後來去到外轉的時候 你兩次考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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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歲 然後他說 我被團一年輕 回到本轉 本轉的後白太郎 應該說他在校內大賽 因為校內大賽是很硬派 他出場的時候是超硬派 後白太郎 如果跟魚劍刺比 劍刺是悲劇 但我覺得後白太郎的悲劇味更重 他悲劇味還會說 他本身是一個很硬派 甚至硬派 他不會硬派 是完全沒有彎轉 即是叫做 單屎不會轉駁那種人 即是黃武之 單屎不會轉駁那不就很辛苦 他認為 事情要這樣做就做到底 他沒有彎轉 沒有人情 沒有的 他正直到白癡那種人 就是因為有他這種個性 天剛子和龔太郎 大家經常拖拉 沒有可能在他們身上看到認真打鬥 但後白太郎就可以承擔到這個責任 變成了和龔太郎 真的有一場來一場最硬派的打鬥 後來成為了小徒子做喪家救 生死之戰 還有那一陣子你會覺得是 即是這一班人是在校內賽 胡鬧 即是極端流的那班友仔在玩的時候 是得後白太郎不走出來 即是喝一聲是會 即是正班 即是比賽 我想提一提 即是你講開 剛才又忘記了 講開這個校內預賽編 他們的八強是很搞笑的 除了功夫射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跟著應援團 然後極端流 有三個組織是很想提的 分別是北斗之拳同好會 南斗之拳 南斗神拳同好會 以及馬馬加俱樂部 裝自己免得麻煩 所以隨便想這些名字 很好笑 但你通常隨便想這些名字 是第一、第二、第幾的那種 那他也有隨便的 什麼第一步、第二分步 北斗神拳同好會 以後來更多 不過這個就算少了 後白太郎剛才說悲劇那件事是怎樣 阿郎 他本來跟公太郎打完那場 大家對他有期望 雖然最後是輸了 但起碼已經設定了這個角色的強度去到某個程度 即是就算不是公太郎的強度 都是天光寺的強度 有一件事 他所謂的強其實 在後來覺得他弱 其實他是很強 只不過叫做 因為後來的打鬥 不適合他的風格 他講過的很強調就是什麼 他那個風格 跟阿樂的風格完全不同 跟公太郎都不同 在不同風格時候 往往就叫做什麼 他很被迫 就叫做什麼 打他不擅長的交 其實如果你說那場純粹格鬥戰的話 天光寺的公太郎都未必有可能 叫做穩勝他 但問題就是 之後遊樂編要打柔道 全世界知道他最不懂 不要講得太遠 我們把最招正的講法 不要經常講遊樂編和LP 因為我們未看 還有今天就是講本編 你講得太遠我們追不到 最可惜的是 紮田沒有給後八太郎 他沒有成長空間 他沒有成長空間 很慘 他成長完成了 後來的戰場轉了 他跟狂死狼戰鬥 不能鬥 他跟狂死狼一早就輸了 所謂悲劇其實就是什麼 後八太郎暗戀著綠豆戰鬥的孫女 綠豆游李榮 綠豆游李榮 但綠豆游李榮喜歡公太郎的 色狼師傅 是在拍拖的 他們不是說 暗戀的 不是爭的 不是爭的 一場不可能成功的亂 因為他 那段一出場 那段感情線一出場 已經說狂死狼是想綠豆戰鬥 認同他們的分事 已經談分論家 剛才說起 後八太郎的悲劇個性 我猜就是 因為他在說其他的反派 你在說米表 他打完 他閃了 沒有後續 天光寺 繼續要做他的奧嬌partner BLpartner 余悲就要繼續 因為他在鼓動 麻油美的這段感情 在感情線上是有幫助 所以他沒有被鞋角化 但後八太郎又沒有什麼功能 在角色上面 在故事上面的功能沒有了 他絕對鞋角化 那他就唯有鞋角化 你看到他只有表情 而且他只是一步步變 最初還沒有鞋角 後來變成了什麼 其實你可以很感覺到 因為這個人 白太郎 是跟著他們極端流的那班人多 傻了 才會變化 一開始 如果他一直在應援團 一直走 他的線路沒有問題 他一直都是workable 硬漢子 硬派 就是熱血硬派 他又不會被綠豆電線感染了 太多了 他尊敬 他尊敬 老人家有老人家的興趣 你不會理他 但因為他走到極端流的圈子 而他那一套 極端流的圈子是不work的 很簡單 就是他們宴會裡面 他去砍酒瓶 哈哈哈哈 但他們全部都玩下體 不是那麼慢 被人覺得 你那一套是不work的 在那一套是不work的 他為了有少少 既然團長又跟你那班人玩得那麼開心 我又要陪著團長 那我就要融入你的圈子 融一下融一下就變成搞笑角色 在某意上的確是秘奇角色 那我們又講下一個 我想討論一下綠豆 這個千年老不死 這個千年老不死 他有趣的地方就是 基本上你想到龔太郎老了就是這樣 這樣就不同 可能沒有那麼有錢 唯一是沒有那麼有錢 但是 反過來就是 因為有他 整個故事才能發生到 因為我覺得 如果他不是那麼有錢的話 他沒有一個那麼強力的back up 其實他有很多事情做不到的 最少你不可能租到一個多脈 就是東京多脈來做演唱會 去解救某些事情 所以他有很多事情發生不到 最重要是一件事 最初他只不過是叫應援團 那個叫什麼 五十年的超級老學長 不過其實講到尾 又發覺不是 原來蛇骨會是他創的 其實當時已經做了復筆 因為在那場龔太郎對小圖子那場決鬥 龔太郎肚裏面那顆紅寶石打了出來 當時他拿了寶石 就是小鬼扭了這些很不得了的東西 當時他的表情就知道 這顆寶石是什麼意思 應該這樣說 他作為在學校五十年的人 他知道這顆紅寶石代表什麼 不出奇 但是你是想不到原來 其實整個故事的源頭是他 其實我們剛才沒什麼提到 勉強說一些 其實他就是創造蛇骨會的人 結果用暴力去控制整個 以暴力 應該說是 剛才講過 鶴峰高校是一間叫來自不拒 所以全國最危險的人物都離開學校 那怎樣去保護學生 就是由各大運動社團 組織一班 即是叫做民安隊那類東西 民安隊 或是叫自衛組織 就是去對付這些學生 但怎樣對付呢 就是對他們說 風紀委員會是沒有用的 所以就叫做什麼 以暴力暴 而為了被 在不良社團報復 就帶著笑面面具 而這個 武道社團的集體就是 社會會 而當時他講的故事就是這樣說的 而這個 整個學校的運動社團中心就是應援團 這樣 應援團的老大是誰 就是綠豆電線 綠豆電線 就是社會會創白人 很順理成章 這段說得很通 而且你解釋後 發現整個故事在後來 為何會發現 他整個故事就是由他開始 他找紅玫瑰 還有那顆紅寶石 其實是定情信物 其實他是 其實他是like這個 作為人妖的紅玫瑰 他是知道他是男人 但他仍然是喜歡他 因為他說是 漂亮是無分性 去到那種境界 你可以說不是外表的漂亮 他外表都漂亮 但他喜歡是他那個人的特質 是啊 這段是寫得不錯的 一個老的 和一個人妖的愛情 很破格 甚至是挺超脫性的 綠豆這種的個性 或者對愛的傾向 令我想起 例如華沙茨 聖羅蘭那些 就是 人到差不多一年多 他對愛情 那些看法 已經超越了一般人 變成他真的可以看得很通 而紅玫瑰也是因為這樣 大家互相欣賞 即是互相欣賞 很少在漫畫裡 有作者會這樣描寫愛情 然後帶來 變成紅玫瑰和白玫瑰 就是兄弟相殘 因為他牽涉了一個大家族 叫做繼承權的一場鬥爭 那介紹一下 剛才說紅玫瑰和白玫瑰 其實他們都是孖山兄弟 就是吉江達也和吉江摩也 不是吉江 千葉 千葉 千葉摩也 吉江是分家 所以吉江達也和千葉摩也 吉江達也本身都姓千葉 即是本家是千葉 吉江達也說得很遠 吉江達也很複雜的那段 對 簡單來說就是大家族繼承人 那些紛爭 最後 告訴紅玫瑰就是千葉摩也 繼承的 但是紅玫瑰又不玩 就跑去做人妖 他爸爸就覺得 生了一個人妖 然後就叫吉江達也 走來繼承職業樓 但是後來被達也發現 當初他會重病 沒有辦法繼承到 因為他爸爸在他下藥 那他為了報仇 這些不要說 太複雜了 總之就是 講完了 要看才明白 總之就是 出現了 達也不要有一個 糾纏不清的 愛和恨的一個不清的關係 因為這段關係 你不解釋到 後來就不明白 就是 因為 為何他一直斟越 達也斟越公投狼打 就是 紅玫瑰選了公投狼做 蛇骨會繼承者 其實也是 俠醋 兄弟愛 很感斷 真的有真的兄弟愛 這不是說真的兄弟愛 認真的 這兩個人之間的瓜葛 我覺得是很難說得清的 其實紅玫瑰一直都覺得 自己好像有愧於白玫瑰 經常都覺得好像想補償他 因為如果不是他自己任性離開的話 其實做了千葉樓的當家 其實就是他 那達也就沒事了 對 達也就可以 但是 因為中間的過程太複雜了 譬如他小時候這個又裝作 要做得不好 那個又不知怎樣 即是看過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裡是有點滿氣的 雖然他對於整個故事是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人 就是從小時候他們的關係建立出來 但中間這一段我覺得有點沉氣 我又覺得那段寫得好 即是他回憶那段寫得好 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整體來說有點悶 因為他中間太多這個誘惑計算 然後他爸爸又是一個賤人 諸如此類 但因為這樣才是公主公義 其實他有很多場面 例如說沙土屋兄弟 他會說什麼 我想可能是有點像沙土屋兄弟那種感覺 即是之前最初出那個反派 又是孖生兄弟 我覺得是重複 即是他原本是沙土屋兄弟是這樣的 但他就後來轉了給千葉劉 千葉劉那邊去揹著這個劇情 其實想說一下 吉江達這個角色 剛才也說過《珍田講之》 其實當年很多年 十幾年前 他曾經拍過這個真人電影 當時為了這個電影版 就找了《珍田講之》 做原創的角色 就是江達也 而作者覺得這個角色浪費了他 不用 結果就在漫畫畫畫畫畫出來 也輸入去漫畫畫畫 然後之後再後設定 他和《紅玫瑰》是兄弟 一直保下去 肯定是後設的 他和《紅玫瑰》和《如》兄弟的關係是一樣的 又是人妖 大哥跑去做人妖 然後很任性 然後弟弟就很硬派 或者很固執 這個我沒有想到 反正我是想沙土屋兄弟 但你這樣說 又有一個人喜歡 大哥 不特別多人妖 他將《如》兄弟套入了沙土屋的關係 這樣就強硬一點 混種出來的 這個就強硬一點 但又英俊了很多 兩個都 一路優化 這個就有一點強硬 這兩兄弟其實都 很多可以講的地方 我們今節又是講一些人物 因為這套作品很多人物都寫得不錯 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一些藍王劇情 沒錯 今集會有第三節 休息一下吧 稍後回來再談 第一節 先來 再試一聊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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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